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这样吧 你先回去吧 稍后会有人通知你的 好的 那麻烦你了 好 不许我们这里需要有何的经验 我们考虑一下 好的 我们回去想念 回去走通知吧 在外打拼也没有多好 可你只是想证明 类型你想样的东西 你努力去争了 好小姐 我是你阿姨介绍 你这条件挺好 我呢 我的工作也行 我手里挺高 以后啊 就相夫教主 养你 女孩子干什么这么拼呢 哎呀 我说你跟女孩子家家的 这么拼干什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总该为家里面人着想吧 你要是再不结婚呢 你干脆住公司算了 别回家了 至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少说两句吧 嗯 这世上没有太多人和你站在一边 但你唯一希望不要站在对面的 是家人 我看呢 咱们载个猪蹄 补充胶原蛋白 女人呢 25岁以后 就开始流失这个了 不好意思 我这边的话 约了重要客户吃饭 嗯 我先走了啊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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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唐小姐吗 对 现在外卖到了 送你用餐 您快 谢谢 不许行 哪了 哪 唉 关着 你们在聊什么呢 老板说过年饭店不休息 要继续营业 得有人过年的时候加班 我反正得回去啊 这活我可干不了 就是 谁搭过年来不回家呀 留下来的 我给三倍工资 那也不成了 过春节哪有回家 对 这不是钱的事 老板 我留下 爸爸爸爸 我能买一个自己的小提琴吗 老师说我不能走 睡见同学的琴 还有老师说 学小提琴的费用要交了 爸爸眼里 女儿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 可惜你能给他的 就没有什么不同 我过年就不回家了 反正家里人都习惯了 现在留学了 来饭你吃饭一饭 以前生意好 还有可能 现在怎么电 我平时都没说什么 跟你们说 完了在车门里边 那可是个大老板 还有你把酒店 生意那是好嘞不得了啊 你看看你看看 这都是他给人买回来的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你老老好福气啊 哦赶美有口 俺到城里找你儿子乘饭去 那可走 那可走 那可走那可大家都去 走不走 走 我把体质留给大家 到时候谁想着往城里去了 你走啊 咱想吃啥吃啥 想喝啥喝啥 走不走 走走 挺不爽挺不爽 挺不爽 这还最好最好最好 快你看看 老陪十三号桌 带一步 点菜 对对对 我 你自己比较吧 我们回去了 好吧 今天年演馆都顶完了 现在反点 等于后面好了 小灵 今天准备 都关一张地点 要不是当了老板 你兴许是个好演员 带你去没什么时刻 你现在更想当个观众 宝贝女儿啊 你也是不过观 没有关系 你看你都多少时间没回来了 过年回来吃点你老妈做的菜 不出点能量 再出发 大不了爸爸养你一辈子 女儿 回家吃饭了 有一种人生大事 叫争取所爱 还有一种小小幸福 叫回家吃饭 喂 妈 没有打扰你工作吧 没有没有 我在家呢 我听说 你明年不想回来过年了 明年过年了 都一样 我又过烦了 我听说最近很流行 过年度假 要不我们俩俩 过年抱一个欧洲旅行 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 妈 你真好 对你来说珍贵的 除了义无反顾和你站在一边 还有一份由衷的懂得 妈 你俩才来了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们 还替朕老爷都是 不是啊 傻呀并说漏 咱贤贵家过年 等过了年 咱们回来再冲突开始 不是 不是每一出戏都有完美的结局 什么事 但即使是落寞的独角 也还有他们在台下问一大气 宝贵 你怎么哭了 爸爸 你怎么说我家过年 爸爸今年要加班 就不回去了 爸爸会给你准备一份 特别的新年礼物 没有礼物 我只要爸爸回家过年 孩子眼中 你给的一切都没有那么不同 只有你的陪伴才是独一无二 宝贵 爸爸今年不加班 回家过年 阻挡你回家的千万理由 也不第一个叫你回家的声音 和家人一起 等你回家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